大家好,我是虎福奇社 如果你要問我說在台灣最好吃的泡麵是哪一款 我覺得這一款威力雜家麵應該是可以排到蠻前面的 至少應該很多人會掙扎它到底是第一名還是第二名 那今天就跟我的觀眾朋友們分享一下這一款泡麵 因為我的觀眾朋友好像大陸的朋友非常的多 那這個其實它是幾十年的老牌子了 威力雜家麵它有分袋裝跟這種碗裝的 那這個碗裝的話呢,其實我平常不會買這種碗裝的 是今天的話,因為拍節目可能比較方便 就這樣子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那它的吃法的網路上有很多種傳說,流傳 那沒有關係 那個我們就用一個最標準的吃法跟大家講好了 首先它有多附一個碗 為什麼要多附一個碗給你? 這個是要裝湯的 然後這個到時候是要裝麵的 威力雜家麵呢,它是濕和乾是分開的 那內容物有什麼呢? 這個,從這個地方把它撕開來 嗯,有一種空氣流出來的感覺 證明它之前沒有被人打開過 好,所以我可以安心的把它拿出來 把它吃掉對不對 裡頭的話呢 各位看一下好了 它是有一個醬料 還有麵條在裡頭 那麼 醬料是怎麼來的 就是一包 雜醬嘛 對不對 這個 雜醬 那你可以看到雜醬呢 其實呢 如果你給它甩一甩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一包呢 它有一些地方是比較偏紅的 那通常啊 通常啊 我開那種帶裝的 威力雜家麵呢 它會 紅色的部分跟黑色的部分呢 會 分開 那紅色的部分就偏辣 那黑的部分就比較沒那麼辣 那我自己的話 都會把紅色的部分呢 擠到同一邊去 那因為我不想吃辣 我能吃辣的地方只有眼睛而已 我的嘴巴是基本上吃不到什麼辣的 那所以你就知道我是不喜歡吃辣的 但是這一包為什麼打開來之後 全部是混在一起 整個是民族大東盒的樣子 那我也認了 沒有關係 那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湯包 這個東西呢 是幹什麼用的呢 它就是把它 這個 放到裡頭 那我要講一下喔 基本上呢 剩下的這裡面這個麵條呢 就是用熱水 泡個三分鐘 那它標準的做法就是 泡完三分鐘之後呢 過去了 把這個湯呢 倒到這裡面 然後呢 裡面的這個湯呢 跟這個湯包的調味粉呢 就會變成另外一碗湯 可是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自己覺得啦 這是非常不衛生的吃法 為什麼很不衛生呢 因為泡麵這種東西 它是有防腐劑啊 它一定有防腐劑 那我會覺得 吃泡麵的時候呢 那個湯呢 能夠不要喝你就不要喝 或者是說呢 你把那個湯倒掉之後 另外再倒水下來 然後再 弄成一碗 正常可以喝的湯 因為我覺得防腐劑 會全部都在這個湯裡頭 那再把它喝到肚子裡頭去 我覺得是非常傷身體的 當然如果你想變成櫻河田 那你多吃一點泡麵 我覺得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給它 加熱水下去 加之前我講一個故事好了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國中生 他真的非常聰明 他想要怎麼樣做呢 他在這個底部這裡呢 挖一個洞 然後呢 把這個碗呢 這樣貼在一起 然後倒熱水 倒下去之後呢 最後就是把這個碗呢 分開 分開之後呢 這個湯呢 就會露到下面這個裡頭來 可是呢 其實這是一個 看上去好像很聰明 其實是蠻不怎麼聰明的一個方法 因為在過濾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你只要需要把這個 你看 像我是撕這一邊對不對 那我要把湯濾掉的時候 其實我只要在這邊戳一個洞 然後這樣子倒呢 基本上湯呢 就能夠很完整的流出來了對不對 所以並不需要去破壞掉另外一個碗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弄熱水把它給加溫 那在後面呢 這個過程 等待了三分鐘裡頭呢 當然包括我剛去乘熱水又過來 又浪費了一分鐘 所以我大概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兩分鐘的時間幹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來玩一下鐵工廠的玩具 對不對 這就是所謂的泡麵番 那這個人物呢 叫做 OK其實依照他們鐵工廠一項 非常有梗的一個秘密 這個叫做尖金石 我說的是尖金石 它呢是致敬G1 一個叫做紅翼的角色 那官方其實也有要做紅翼 只是呢會用哪一個 Starscreen的模具下去做呢 目前沒有人知道 那我當然會希望它是用這個 維成系列的這個 模具卡拉斯下去做呢 可能會 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模具 那這一款的話鐵工廠之前 這個C格小隊已經做了非常的多 那它的話呢 這一次有拆成兩小盒的原因呢 是因為其中有一小盒呢 它是附帶的這個支架的一個部分 支架 嗯哼 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披風啊什麼的都在裡頭 那配件的話等於是除了王冠之外 基本上之前Starscreen有的東西呢 它通通都有這個披風支架 然後肩部的這個甲咒通通都是有的 那以及這個現在鐵工廠玩具呢 都會追加的這個合同手也是有 好 那這個這一盒的話 OK就是支架的部分 那另外呢 就是玩具的本體了 玩具的本體 我們把它給拿出來 好這是玩具的本體 原名叫做學藝 那就是鐵工廠給大家叫做尖晶石 這個名字就是 其實尖晶石就是 好像一些紅寶石 跟紅寶石的外觀是很接近的 或者是紅寶石的一個仿冒品 這就是尖晶石 那如同我們上一款 跟大家分享這個藍皮衣 它都是有一個限定版的人物卡 這一款限定版的人物卡 OK 這不是泡麵的調味料 千萬不要把它倒下去 那什麼號碼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們一樣把它撕開來 在這個時候呢 做一個開箱 那一樣是屬於一個 這個 嗯哼 這個是 也是一個 有一點像是 透明毛毛的這種感覺 霧化的感覺 1374 對不對 一升七四吧 阿貝 1374 對吧 好吧 那這個 說了說了其實三分鐘已經到了 那怎麼辦呢 時間已經到了 可是我們玩具還沒有分享完 這個時候人生呢 就需要取捨 那我的取捨當然是先吃東西 對不對 為什麼要先吃東西呢 非常簡單 因為這個 過了三分鐘 它的賞味期就過了 但是玩具可以放幾十年 那我們的人生當然是選擇 短暫美好的東西要先 優先把它給顧好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通常的做法呢 一般大家的做法呢 可能是 把這個湯呢 給濾到這裡面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一件 嗯 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啊 因為我自己的做法是說 我乾脆把這個 我一習慣 乾脆我把麵條撈過來 這樣這個湯的話就不用在那邊濾 而且這樣子不是更乾嗎 對不對 雖然可能會有一些碎掉的 小小麵條的碎屑在裡頭 但是我覺得也無所謂 因為你如果真的想喝湯的話 到時候它還不是一樣 把它一起喝下去嘛 對吧 好 那成我剛一開始有講 我說呢 這一碗湯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不健康的東西 因為它就是把所有的防腐劑 通通都在這一碗湯裡頭了 OK 它會冒煙 各位有沒有看到 那裡頭的話呢 就是有一些小麵條的碎片嘛 就不管它了 那剩下的就是這個麵條的部分 那麵條的部分 我們就是要加炸醬哦 我先講一下 這一包湯包啊 就這個時候是倒下去的 OK 每個人的做法不一樣 有些是先把湯包裡頭的東西 先倒到碗裡頭 然後這個炸醬 炸醬對不對 炸醬總會用吧 就把它給擠下去 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 喜歡在晚上消夜的時候吃泡麵什麼的 那其實這個習慣呢非常的不好 因為這個泡麵的熱量其實比一份牛排還要高 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應該盡量幹這種事 今天的話呢是為了藝術犧牲 所以本來我是已經準備要睡覺了 但是趁現在大家都睡著的情況下對不對 好吧 那最後就是把這個麵條跟炸醬做一個攪拌 那我真心的覺得 嗯 這種碗裝的炸醬呢 不知道為什麼它的分量好像比一般代重來的少啊 這個拌起來並沒有一個特別的快感 是怎麼回事 覺得沒有沒有平常拌的那麼好的一個感覺 這個攪拌這個炸醬跟麵條這個不用我教吧 應該沒有人 那我知道呢在youtube上面呢 有一些美國的youtuber呢 他會拿台灣的泡麵像這個威力炸醬麵 最近就有人 然後泡了之後呢拿到紐約的街頭 請那個紐約街上的老外來吃這個東西 那老外的表情都是非常的 嗯哼就是說很好吃啊什麼的 所以這一款泡麵的話可以推薦給大家 所以推薦給大家 哎我好像都沒有講到鐵工廠的東西對不對 這樣這樣這樣不 這樣這樣不太公平啊 我們繼續把這個玩具講完好了 至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對不對 好吧 這個是 鐵工廠的 OK 煎金石 嗯你們應該都懂了好吧 那就這樣子吧 我要來吃麵了 那就謝謝各位這一集的收看 嗯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喝啊 其實呢這個 威力炸醬麵呢 在我在大陸工作的時候呢 在一些散透人開的 這種雜貨店裡頭呢 是有機會可以買到的 那我不知道這幾年 台灣的這些食品啊 到大陸呢是不是比較容易取得 但是如果說你有機會 來台灣玩的話呢 這種泡麵 我是強烈推薦你一定要吃看看的喔 嗯 欸我好像沒有講到這個 還有必要講嗎 應該不用講了吧 大家很熟對不對 謝謝 謝謝 謝謝